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勇士主场迎战篮网 勇士此前战绩十胜十四负 从开局六胜二负 到之后的四胜十二负 勇士已经调到西部第十一名 而且被第二集团大部队彻底甩开 而身后的爵士也追上勇士 准确意义上来形容 勇士如今就是于南 任人宰割 上一场打快船 科尔变阵 维金斯去替补 虽然可来爆发轰下三十分 但库里又失去手感 关键维金斯还打破了 替补的平衡状态 甚至保罗都带着火器打球 赛前妹妹透露 勇士对于球队交易持开放态度 而追梦格林首当其冲 他如果离开勇士 潜在下加包括独行侠 胡人 骑士 不兴者等 但首先有一个问题 格林无限激进赛 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出 布里奇斯加篮网此前战绩为 十三胜十一负 排名东部第八 最近这段时间 篮网开启西部课程之旅 赛场非常艰难 短短六天要打四场比赛 惨败国王 暴冷击败三巨头合体的太阳 上一场又是惨败绝技 球队虽然封现厚度联盟顶级 但基本上就依靠托马斯 布里奇斯和丁薇第三人得分 赛前勇士主场迎来昔日球队 老大蒙塔埃利斯 库里也和曾经的老大哥 在赛前亲切交谈 勇士正是从放弃埃利斯选定库里开始 才迎来了勇士王朝 勇士首发为 库里加波杰姆斯 基加克莱加库明加加卢尼 篮网首发为 宾威迪加托马斯加布 里奇斯加约翰逊加克拉克斯顿 开具库明加炮头加波杰姆斯 击哄三分球 克拉克斯顿和托马斯回应五分 宾威迪追身三分野中 克莱打开手感后开始造杀伤 但托马斯另外开花带领 篮网很快拉开分叉 中断库里命中三分球 迎来生涯3500级三分球里程碑 此后保罗魏禀维金斯命中三分 魏禀萨里奇续上三分 保罗一上场 勇士全盘活了 后半段定位帝和托马斯 连续单打的手 维金斯倒刹伤 萨里奇吃饼加二次补篮 第一节打完 勇士32比25领先篮网 萨里奇第一节就拿到十分 保罗上场后勇士多点开花 第二节回来 克莱和萨里奇连续强攻得手 托马斯单打回应 保罗继续卫禀克莱轰三分球 随后保罗错位军续下谱 托马斯简直但无需发 魏禁斯和穆迪给出回应 波吉姆斯记得三分球打听篮网 后半段奥尼尔连拿六分 库里和克莱下起三分语 加上库明加的强攻 勇士拉开14分分叉 杰莫库里跳投 库明加强攻 克莱造杀伤 篮网还是依靠托马斯回应 半场结束时 勇士70比54领先篮网 克莱半场16分 库里14分 萨里奇12分 保罗八次助攻 下半场开打 克莱中距离 勇士最多领先篮网18分 但此后勇士老毛病又犯了 托马斯上篮加丁维迪 早杀商家克拉克斯顿双手爆扣 一波流打听勇士 暂停回来库里连拿四分止血 布里奇斯内突外头又把勇士打听 中等库里失误 丁维迪反击上篮 约翰逊命中三分 分叉到个位数 卢尼吃兵止血 库里三分续上后 托马斯和丁维迪内外开花 丁维迪就欺负库里 保罗也失误 蓝王反击爆扣 节目波杰姆斯继连续得分 奥尼尔和托马斯下起三分语 三节打完 蓝王追到89到95 波杰姆斯继加库里加保罗失误都很多 勇士根本防不了攻守转换 跟不上人 第四节决战 托马斯上篮加约翰逊和布里奇斯下起三分语 蓝王一波10到2反超勇士 还是萨里奇和波杰姆斯继连拿5分止血 中断库里连续上篮得手 随后和托马斯对标三分球 决胜时刻 库里跳投弹无续发 连续单打5次 后这步大跳投再进连拿12分 托马斯单吃克莱完成2加1 布里奇斯三分球为之悬念 最后三分钟 篮王延放库里 克莱连键俩三分佛光照一下 随后库里抛头打进 随后加速上篮锁定胜局 最重用是124比120显胜篮王 结束三连败 太不容易了 勇士显胜篮王后 库里高举双手真必怒吼 勇士过去经历了太多糟心的失利 领先雷霆16分加时被翻 领先快船22分 最后9.2秒被乔治3分射杀 最多领先国王24分 最后7.1秒被门客准绝杀 有失利 但不稳 勇士的统治力大不如前 这一战的剧情似曾相识 勇士一度领先篮王18分 第四戒被反超 幸好有惊无险 菜鸟波杰姆斯基最先在第四戒挺身而出 一击三分加两次抢断帮助勇士 从罗侯夺回了六分领先优势 可来在最后三分半中 命中了两击大心脏三分 最前太阳莫杰被雪藏后支持后勇 库里开启日天模式接管了莫杰 先后和布里奇斯 托马斯标分对凯 率队死战不退 单戒7中期 没有罚球单戒轰下16分 一度连着12分造成篮王双人防守 不让接球的盛况 最终 库里全场35分钟 碰下37分 三篮板一主攻还有三季大冒进账 迎来生涯里程碑 常规赛三分球命中总数突破3500季 达到3505季 值得一提的是 库里本季下半场场均15.2分 逼第二得分手可来场均得分紧 差一分勇士遭遇三连败之后 库里次一提前两小时进行投篮训练 给出了态度 篮王场均命中14.5季三分球 排在联盟第五 是一支活力点众多的三分大队 特拉克斯顿 卡梅隆约翰逊 布里奇斯 罗伊斯奥尼尔的换防扫荡能力十分出色 他们拥有顶级的3D封线群 攻防兼备 球队战绩比勇士好显然是有原因的 篮王本城的反超阵容摆上了沃特福德加布里奇斯加卡梅隆 约翰逊加罗伊斯 奥尼尔加托马斯 四个3D前锋无限换防 拱为托马斯无限单挑 篮王全队17级3分 托马斯独得41分 全队快攻得分28-11勇士 方方面面都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勇士胜在水滑关键球的抗压能力 两人最后7分中包办了全队22分 克莱6分 库里16分 另外克莱全场19中期 其中3分9中4 拔球6中6 开下24分5篮板3助攻 正负之加9圈队最高 当然如果不看比赛 只看汤普森投篮命中率的话 认为汤普森又拉了 不过你看了比赛的话就知道 汤普森这场比赛投篮效率低没错 但命中的球都很关键 尤其是莫杰库里被爆架 克莱直接连续命中两季三分 有时候也能理解科尔 为什么不换汤普森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汤普森会开张 过去两场比赛中 克莱状态明显挥暖 他场均能够拿下27分4助攻 三篮板1.5抢断 投篮命中率47.1% 三分命中率57.1场均命中率有个三分 拔球命中率100% 上一场对阵快传的比赛 克莱出战32分钟 15投9中 三分球12中8 四发权重砍下个人赛季新高的30分 外甲一篮板5助攻2抢断 没有失误 二本场比赛克莱在投篮的选择上做出了改变 减少了勉强投篮 把球传给了机会更好的队友 取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显然这是一场属于勇士 属于水花的关键胜利 库里罕见地在猪场营销后怒吼 连败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库里怒吼 波杰也在怒吼 一点也不学好 波杰母根在库里身后复读脏话 FK耶啊 耶啊 即便他的幅度并没有库里大 今天波杰的发挥也非常好 三分九中四拿下19分5版5助三段衣帽 即便失误有点多 但瞎不眼于 他对于进攻端的主导性还是非常强的 现在来看 波杰只得一个首发位置 他的未来肯定也会越来越出色 四季三分惩罚篮网对库里的夹击策略 这个早熟的年轻人攻防兼备 无疑是追梦竞赛期间球队的最大收获 另外库明家十分二攻板二助攻一盖帽 可二最后一防换上库明家 后者成功干扰大销上篮 另外目的两分二攻板一助 这三个年轻人在追梦缺阵期间站了出来 正所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在勇士遭遇困境的特殊时期 这三个年轻人的表现不负众望 另外科尔这场比赛继续让波杰姆斯基 以及库明家首发 维基斯打替补 要说这个尝试 本次比赛给勇士带来了极大的收益 科尔这场比赛尝试成功了 让球队有了新的轮换顺序 其实这场比赛是科尔变角之后 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 也为接下来的比赛打好了呀 另外不要忘了保罗 现在的保罗就做好助攻这件事 本场比赛又送出了11次助攻 上半场带领踢骨阶段 带的是明明白白 库明家作为首发拿到10分 不过上场时间确实有点少 当然萨里奇也能很高效地打比赛 他不会因为球队阵容变化 而出现状态起伏 每场比赛都会有一定的贡献 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球队 总的来说勇士本场比赛 基本全队各司其职 接下来的总体来说会比较轻松 未来四场比赛 勇士将两次对阵步行者 一次对阵凯尔特人 一次对阵奇才 除了凯尔特人之外 其余都是充电保球队 勇士要抓住这段时间 除了继续磨合阵容外 他要给自己积攒胜场 因为勇士前期挖坑太大 被西部前列球队甩开了 希望这是他们一扫阴霾的开始 你就往往是一笔宝贵的成长财富 Let's go Warriors Kr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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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a